近日将用于载人登月的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三级液氢液氧发动机完成高空模拟环境长程试验 验证了该发动机在太空中长时间工作的可行性 此次试验在我国新建成的垂直高空模拟试验台进行 该试验台是目前国际上试验时间最长的氢氧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台 本次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液氢液氧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能力具备了千秒亮机水平 将有力支撑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的顺利开展 发动机试车是火箭研制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小到一个阀门 大到一台完整的发动机都要在试验台上点火 来验证其设计方案合理性和工艺可靠性 试车种类多达几十种 会贯穿火箭研制前后的各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试车都有不同的意义 点火时长也从几秒到上千秒不等